Fly all away It's the first time of today Today 我們新一期的雜誌又出刊了 那在第452期的雜誌內容部分來講 漫畫的專欄我們本期是介紹了 海軍的磐石號油彈補給艦 在外交國防政策的專欄 有請無數外委員 從少子化的趨勢來探討 國軍的軍事訓練意義 跟後備戰力的一個訓練問題 在名家專欄的部分 我們邀請到前參謀總長李喜明將軍 談從不對稱作戰的本質 來看惡物戰爭的經驗 對台灣防衛戰略的影響 那觀察戰這一期的話 是一個是探討的 因為我們看陸軍兩棟六旅 他的心智教育招集訓練的相關內容 我們有一些介紹 還有陸軍服役超過六十年的 M41A3戰車的正式主義 另外就是北約在挪威的 酷寒反映多國聯合演習 那從三月初正式展開 我們有簡單介紹 在主要的文章部分來講的話 2022年2月份 新加坡局舉辦的新加坡航展 那我們有來自現場的第一手的報導 至於我們看到 因為烏爾戰爭是現在最新的 一個大家要注意的焦點 所以我們這一期安排了 相關戰爭的一個專題 包括說 烏爾戰爭呢 是不是全球新衛季的開始 那還有烏爾開戰對於台灣的一個相關的啟示 是不是台灣會成為下一個烏克蘭 還有在代理戰爭部門來 那有一些不管是傭兵或者是私人軍事部隊 那在烏爾戰爭裡面扮演角色 還有就是我們也介紹了 俄軍這一次進攻烏克蘭 那他們相關的入空武器使用的一些裝備 還有就是西方國家 那為了讓烏克蘭軍隊抵抗俄羅斯的入侵 所以捐助了相關的反撞甲武器 像標槍飛彈這些 那我們也有相關介紹 那因為標槍飛彈 我們國軍也有在使用 所以我們也安排一篇文章介紹 我們現有的一些 包括標槍飛彈 AT4 我們這些反裝甲武器 那我們讓大家了解 在低空飛行的這個安全部分來講 我們為大家介紹了 直升機頭盔顯示與追蹤系統 這個最新的一個裝備 可以提升直升機飛行員在低空執行任務 跟天候狀況不良的狀況下的一個能力 那再來 因為這次烏爾戰爭 有談到說 要對烏克蘭總統的一個斬首行動 所以我們也去探討了 如何應應一個反斬首 他的一個行動 那我們台灣來講 當然是由憲兵的239營 裝線營 讓他們來負責執行 這方面認為我們有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在FlagTalk這個專欄這一期的話 他為我們大家介紹的是 美國海軍的最新的SPY-6神盾雷達系統 還有SLQ-32V-7的電彈系統 這個都是從在既有的基礎上面 做進一步的改良 他現在的最新發展 未來也會配備在美國海軍最新的 不管是下一代驅逐艦或群防艦上 再來是我們也介紹哥倫比亞空軍 那他們換裝了T-6德州蘭24的這個輪延桿交電機 還有就是在潛艦的部分來講 我們還是請王志鵬 那他介紹了近年來各國他們自製潛艦的時候 會發生面對的一些問題 還有就是北韓那在烏二戰爭這個紛擾的時期 那其實他也試射了幾音柱飛彈 那我們介紹他相關的一個發展 至於新武器部分來講 當然我們介紹了以色列的最新 跟新加坡合作的藍毛反艦飛彈 還有美國最新的這個M88A3裝甲救助車 以上是我們第452期的相關內容 這一期的漫畫小教室 我們為大家介紹台灣自製的海軍 磐石號油彈補給艦 磐石號是在海軍的增翔計劃這個代號下 跟台船公司採購的 在2012年12月21日開工 2015年的3月31日正式服役 磐石艦它的全長是196公尺 滿載排水量可以到2萬噸 艦上主要配備了4部的柴油主機來推進 艦尾有配置直升機庫還有飛行甲板 所以可以搭載艦載直升機 目前是隸屬海軍第151艦隊 那磐石號海軍的第二艘自製的油彈補給艦 那它主要的任務是進行海上的整補作業 它艦上中段有配備了這個油彈補給的補給站 以採用高架的方式來設計 那它在海面上航行的時候 能夠從在左旋或者是右旋 為跟它並航的海軍的作戰艦艇 執行整補的任務 那不管是說只有一艘或者說兩艘 最多可以在兩艘左右旋 同時的進行這個海上整補 油料的整補 那我可以把油料輸送到 不管是我們的基隆級 或者是成功級 康念級的巡防艦上 那另外也可以把彈藥的部分 可以補給過去 所以是很重要的一個海上整補的一個兵力 那另外就是說新設計的這個磐石油彈補給鍵 那它在右旋的前側 有設置了一個車輛的插門 那這個插門打開之後 是讓小型的車輛可以直接開上船艦 那也就是說在我補給乾貨 或者是彈藥部分這些的物資的時候 那我會更加的方便 那為了執行它本身的一個防衛任務 磐石號油彈補給鍵 它艦上配備有 艦手像有海蟲樹防空飛彈 還有40快炮 那另外在這個直升機庫 甲板上方 那也有這個方針進步武器系統 雖然是比較 老舊的像這個海蟲樹飛彈 是非常老舊的一個裝備 但基本上可以提供磐石號 它一個最基本的自衛武力 另外來講為了讓磐石號油彈補給鍵 那能夠執行人道救援這一類的任務 所以它在艦上也設置了手術室 跟診療室還有負壓隔離病房這些 那讓它可以在發生重大的現在災害的時候 那也可以作為一個海上醫院的一個角色 以上是我們第452期的漫畫小教室 大家好 我們這一期的觀察戰部分 那有介紹一篇就是 挪威它舉辦的 酷寒反應 都國聯合演習 Coded Response這個演習 那當然大家現在關注的焦點都是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那這個戰事已經延續了超過20幾天 那但是現在這個北約組織 由挪威主導舉辦這個是幾乎可以算是 近30年來最大規模的演習 那酷寒反應這個演習呢 主要是在提供北約組織的相關會員國 那可以在挪威地區 也就是北約這個北部的地方 甚至在北極圈這個範圍內 在這樣一個嚴寒地區 那訓練它的會員國的相關部隊 那如果面對入侵的時候 那它要怎麼樣的防衛 那今年的這個演習呢 其實是兩年一度的 那2020年的時候呢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結果取消 那這一次呢就是正式恢復了舉辦 從3月14號開始 一直會延續到4月1號 那有來自這個20幾個國家 將近3萬名的官兵來參演 200多架飛機 還有50幾艘的海上的艦艇 那主要國家當然除了挪威主辦國之外 那也有主要是美軍 還有像英軍 跟這個北約的盟國 美國的話 是美國陸戰隊的第二遠征軍 那他們來參與 那這個在相關的這些官兵 其實在2021年的下半年的時候呢 他們陸續就派遣到挪威境內 去做預先的訓練 跟一些先前的演練 因為他們也要適應這樣一個嚴寒的地區 那至於說英國的話 那他們海軍部分來講 其實他們派遣了 伊麗莎白女王級 這個最新的 維爾斯青王號 那來參加酷寒反應這個演習 那當然他的航艦打擊群 那還包括了像這個 45型驅逐艦啊 23型巡防艦 還有核子動力潛艦 那都有搭配他的防衛兵力 那也有一起來參演 還有就是像英國的海軍陸戰隊 官兵也有參加 那其他的海軍艦也當然包括 像北約國家 像這些 不管荷蘭啊 或者是像法國 法國海軍就派遣了 一艘西北風級的兩棲突擊艦 來參與這個演習 那比較不幸的是說 在3月18號的時候 就有傳出消息 就是美國陸戰隊 他的一架MV-22B 這個Osprey這個 這個傾斜懸疑集呢 那在挪威這個演習期間墜毀 也就是在演習剛開始沒幾天 那已經證實了 機上的4名 美國陸戰隊員都殉職 這是一個蠻不幸的消息 那 酷寒反應演習 基本上的演習進程 大概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呢 就是在挪威的外海 大西洋上面 那執行海上的一個制海的任務 也就是說 爭取建立一個海上通道 那第二階段的話 就是不管是海上的 或者是說空中的 一個兵力的一個演練 那等於是說 為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 就是兩棲登陸演習 那他們建立一個 就是說我的兵力集結的一個空間 那剛剛剛剛講的第三階段 就是實際在挪威的北部跟南部 那有兩個區域同時就會進行 兩棲登陸作戰的一個演練 然後包括部隊登陸之後 那在陸地上的 也佔了一個訓練演習 那整個演習來講 當然我們會聊一下 就是說 其實這個包括很大的 北約組織的 甚至包括他會員國的 相關的一個兵力 那 美軍陸戰隊的地面部隊 還有像陸軍的特戰部隊 其實都有派遣兵力來參加 這個酷寒反應演習呢 當然就是提供北約組織 會員國他們相關的部隊 那一方面將來如果發生侵略的行為 他們怎麼樣支援挪威的防衛 那當然主要是在針對北極圈 這樣一個酷寒的 極低溫的環境下面 那部隊能夠適應這樣一個作戰環境 北約組織的他們會員國 就會利用陸運的方式 把他們的戰車 裝甲車輛 會運到挪威境內 那美軍來講 當然就是可能利用C-17運輸機 用空運的方式 或者是在更早去年的時候 可能利用船運的方式 把他們一些車輛 然後武器裝備 運到挪威來 所以整體的訓練方式 當然我們看到 的確是集結了大量的兵力 而且雖然這個是兩年一度的 而且是很早就已經規劃好的 這樣一個演習的日期 但是因為剛好碰上 現在還是在 烏萬戰爭爆發的一個期間 所以是不是 也剛好北約用來測試說 萬一在發生俄羅斯 對歐洲發生侵略的 這樣一個狀況下來講 那北約組織各會員國 那應該怎麼樣因應 這個我相信也會在他們的 一個演習的考量之內 那這就是我們這一期安排的 融威主辦的北約組織 酷寒反應聯合多國演習的簡單介紹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這次就要很明顯 這是我們下次見 好 那天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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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